希达多和耶稣陀罗的婚礼 历经波折 终于在众人的祝福中举行了 在朝堂之上 围坐着各国的国王 安婆婆黎给信任送上一只舞蹈仪 表示祝贺 他使尽能事 让坐在周围的国王们 站不绝口 目不转睛 希达多太子也被其吸引 舞蹈完毕 太子将身上佩戴的项链 赐给他以作奖赏 可是安婆婆黎并没有接受 提出此刻要与太子独处 被太子婉拒了 因为他深爱着妻子 这令安婆婆黎很是失落 普通的情欲并不能让太子动心 但他却迷倒了摩截陀国王 为了不让宫中内乱 并没有声张 而是悄悄找来车逆 车逆为他们在城外湖边 准备的婚房派上了用场 这令太子喜出望外 蝎子危机就这样 不动声色地给化解了 摩截陀国王非常钦佩 西大多太子的慈悲 智慧和胆略 更对太子在安婆婆黎的诱惑之下 毫无动摇敬佩不已 他视太子为圣友 提波达多的父亲 这边怂恿 车里把太子的马 与波斯帝国的纪马捆绑在一起 为太子巡游 来破坏太子 与波斯帝国王来之不易的友谊 波斯帝王与此同时 也知道了净犯王对他的羞辱 这让他气愤至极 立马就回国了 他与斯家族还会有一战吗 小人背后失手断 太子婚礼多磨难 慈悲善良 畏计较 化险为夷 婚礼成 欲知后事如何 欲知后事如何 请关注我的频道 Rush Marshall 和我一起看 斯加牟尼佛的一生 破迷开会 学佛作佛 解脱烦恼